哈喽大家好,我是段小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女孩回到家中,发现狗狗不对劲 躲进冰箱才逃过一劫的电影 克拉雷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 现在的她总是会下意识地画出一个特殊的符号 但她并未发觉 这时她的母亲和继父各不回家 母亲发现了克拉雷画出的符号 似乎有些心生不明 继父表示不应该再隐瞒她了 但母亲认为时机未到 晚上,克拉雷和好友西蒙一起去参加读诗会 当西蒙为克拉雷端上咖啡时 她惊讶地发现 自己家堂都会画出那个特殊的符号 读试会结束后 两人路过一间酒吧 克拉雷惊讶地发现 酒吧招牌上也有那个符号 便拿着西蒙一起混了进去 在朝大的酒吧 克拉雷亲眼目睹一场谋杀案 她惊恐地大叫起来 周围的人都一脸懵圈地看着她 克拉雷的反应引起了金发兰的注意 西蒙紧张地询问克拉雷什么情况 似乎她并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 克拉雷赶紧拉着西蒙离开了酒吧 回到了家 第二天醒来 克拉雷意外发现 自己的墙壁上 满满的全都是那个符号 内心不安的她不顾母亲的主栏 和西蒙一起出了门 这时她发现 昨晚的金发兰出现在了自己身边 但是能看到金发兰的只有自己 其他人根本看不到 另一边 几个黑衣人带着一只恶犬 闯入了克拉雷的家里 找母亲询问顺辈的下落 母亲趁机打晕了几个黑衣人 赶紧给克拉雷打电话 时时的克拉雷正正向金发兰询问符号的线索 克拉雷见透了电话 母亲让她千万不要回家 去找继父告诉她情况 说完 母亲拿出珍藏意酒的盒子 喝完里面的药 随即晕了过去 急忙赶回家的克拉雷发现 母亲已经失踪 家里还有一只恶犬在 恶犬追赶她一番后 随后变成怪物想要抓住克拉雷 克拉雷将酒精撒在地上 躲进冰箱 然后点火引发瓦斯爆炸 成功将怪物炸碎 但怪物并没有死 随即融合再一次攻击克拉雷 好在危机时刻 金发兰出现杀了怪物 救下了克拉雷 金发兰告诉克拉雷 这是一只邪灵 之前在酒吧杀的也是一只邪灵 邪灵可以占据任何一个人身体 所以不能相信任何人 随后克拉雷找到了邻居巫婆 巫婆给克拉雷粘了一挂 她抽到了一个冠军奖杯 金发兰说这是圣杯神器 但是巫婆没有接话 巫婆告诉她 她的母亲和金发兰一样是暗影猎手 并告诉她 她的母亲封住了她的记忆 用来保护她 克拉雷想要回家寻找线索 持着西蒙正在家里等着她 随即三人决定去找继父帮忙 却意外地发现 继父被几个黑衣人绑架 拷问圣杯的下落 这时克拉雷听到继父说 是为了圣杯故意接近他们的 一激动不小心打碎花瓶 惊扰到了黑衣人 双方开始发生激烈的战斗 克拉雷赶紧逃命 刚出门就发现了邪灵附身的警察 拦住了自己的去怒 好在金发兰及时赶到 将他们消灭 克拉雷在为继父刚刚的话 感到伤心 他不相信继父是这样的人 为了保护克拉雷的安全 金发兰决定将她 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隐藏 在城市中的研究所 刚进去 克拉雷就晕倒在地 因为她被邪里咬伤了 金发兰赶紧为她疗伤 过了一段时间后 克拉雷醒了过来 她发现了自己手上的纹身 金发兰告诉她 这其实是符文 之所以能看到她们 就是因为符文 而且只有拥有 暗影猎手的血统 才能驾驭符文 随后金发兰带着克拉雷 见到了他们的首领 首领告诉克拉雷 天使纳赛尔将这的血液 放进圣杯里 喝了的人就会变成半人半天使 也就是暗影猎手 他们能保护人类 不受恶魔邪灵的伤害 并且他们强大的能力 也会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们 而他的母亲和继父 都是暗影猎手 在很久以前 因为圣杯的守护者害怕圣杯的力量 于是让她的母亲和继父 以及另外一名黑发兰却偷圣杯 但是黑发兰从未想过保护人类 为了得到更大的力量 她使用圣杯让自己进化 为了控制邪灵 她给自己注射了邪灵的血液 以此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 但这一切都被克拉雷的母亲发现 为了阻止黑发兰计划成功 母亲从黑发兰那里偷走圣杯 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首领认为 克拉雷的记忆里应该有圣杯的线索 于是将她带到了海谷之城 准备打开她被封印的记忆 就在执醒的过程中 克拉雷晕倒并无疑写下了一个名字 但她并不认识这个人是谁 金发兰告诉她 这个人是个术士 随后一行人回到了研究所 为了见到术士 克拉雷必须慎装打扮一番 因为穿着平凡的人 是根本见不到术士的 克拉雷的打扮也让金发兰看得目不转睛 一行人暂时来到酒吧 术士将克拉雷带进了一间房间 告诉她 她的母亲之前会定期带她来找自己 帮助克拉雷清楚她了解的 关于暗影世界的一切 这样做就是为了保护她 并告诉她 她的母亲失踪很有可能跟黑发男有关 这时 一群吸血鬼给西蒙下了药 并抓走了她 他们赶紧前往吸血鬼老巢 打算救出西蒙 在进入吸血鬼基地后 他们就被吸血鬼盯上 待他们救下西蒙后 吸血鬼将他们团团包围 他们的目的也是圣杯 随即双方展开激烈的打斗 可毕竟吸血鬼人数众多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好在关键时刻 一群囊人冲了进来 攻击了吸血鬼 克拉雷带着新蒙趁机逃到底楼 他被吸血鬼抓住了脚 动弹不得 此时太阳升起 说信他们逃过一劫 回到研究所后 克拉雷被情深吸引 找到了金发兰 金发兰告诉克拉雷 特定的音符串联起来 可以让邪灵暴露出来 随后金发兰还带克拉雷 建设一个神奇的任意门 他可以将你传送到 你意识深处最想去的地方 但是并不是任何人 都可以使用他的 如果不经过训练 很有可能被传送到地狱边缘 为了让克拉雷体验一下 金发兰向他展示了一番 然后金发兰将克拉雷 带到一个神秘的后花园 为克拉雷庆祝生日 两人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插出了爱的火花 可这一切正巧被西蒙撞见 克拉雷立即向西蒙解释 却又得罪了金发兰 这时西蒙告诉克拉雷 其实他就是自己 一直喜欢的那个人 显然这是克拉雷意想不到的答案 并且他认为 金发兰只不过是为了得到圣杯 才接近克拉雷的 说完转身离开了研究所 郁闷的克拉雷 只好边喝茶边研究各种符文 可他一不小心 把水杯放进了树苗本里 瞅了半天 最后终于又从树苗本里 将水杯拿了出来 而这一幕 刚好被身后的首领看见 首领告诉克拉雷 他母亲不止抑制了他的记忆 还将他的能力一并抑制 听到这里的克拉雷 赶紧找到金发兰 说自己知道圣杯藏在哪里了 随后克拉雷带着一行人 来到邻居巫婆家 他顺利找到了冠军杯的塔罗牌 从里面取出了圣杯 此时金发兰发现了巫婆的不对劲 他不断弹奏钢琴 让巫婆献出原形 被邪灵府里的巫婆 抢制了圣杯准备逃跑 正好碰到来找克拉雷的西蒙 西蒙发现了被关在巫婆家的克拉雷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赶紧将巫婆扑倒 最后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 成功干掉巫婆拿回圣杯 回到研究所后 克拉雷第一时间找到首领 取出圣杯交给他 问他下一步的计划 没想到首领立即打开任意门 将黑发兰传送了过来 并将圣杯交给了黑发兰 黑发兰在圣杯里滴上血液 逼迫克拉雷喝下 并告诉他自己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克拉雷不敢相信 自己的身体里扭着这样肮脏的血液 于是他趁机又将圣杯放进了塔罗牌 然后冲进了任意门 刚被传送过来 就碰到一个邪灵父亲的小女孩 还好身为狼人的继父及时出现救了他 此时他才知道 当时在吸血鬼基地 救自己的也是继父 而黑发兰和首领再次囊背为奸 他们摆下了法阵 首领在地下室帮他打开了 年通黑暗世界大门 邪灵们纷纷从地底拿到人间 此时赶来的金发兰 发现了不小的法阵 准备将其破坏 却被黑发兰出声制止 另一边 继父告诉克拉雷 黑发兰的确是他的父亲 并且他还有一个哥哥 而他的哥哥正是他喜欢的金发兰 金发兰也不相信这个事实 尽管他看到以前的记忆 他更不愿相信的是 自己爱上的竟然是他的亲妹妹 这边 希姆和同伴来到地下室 却意味着发现 克拉雷的母亲就藏在这里 他赶紧跟克拉雷打电话 继父赶紧叫上同伴 一起前往研究所 可当克拉雷他们赶到的时候 母亲已经被转移 而且贤灵也攻击了进来 不一会 继父的同伴就被贤灵干掉了好几个 就在万分危机的时刻 克拉雷用魔杖在手上 画出一个特殊的符文 在贤灵破门而入的那一刻 他使出技能 成功将贤灵们定在原地 他们赶紧离开这里 可贤灵只是暂时被定住 不多时便开始重新攻击他们 继父和克拉雷等人分头行动 希姆和同伴带着火枪 来到恶魔的入口 准备关闭阀门 可贤灵数量太多 好在此时手里幡然醒悟 让希姆等人离开 自己一人留下 独自对抗贤灵 而这边克拉雷找到了黑发兰 趁黑发兰和金发兰打架之际 他偷走了圣杯卡片 就在黑发兰要狠心杀死金发兰的时候 克拉雷拿出圣杯 放在任意门内威胁黑发兰 在黑发兰拿到圣杯得意的时候 克拉雷一脚将地踹进了任意门 金发兰也趁机破坏法阵 关闭了黑暗世界的大门 可没想到黑发兰突然伸出双手 想将克拉雷拉近任意门 好在关键时刻 克拉雷接着用魔杖冻结了任意门 一瞬间任意门连同黑发兰一起爆炸 他们的世界也随之变成了白血癌的一片 他们将母亲送到了医院 好在母亲并无大碍 克拉雷回到家 用自己的新技能将房屋收拾一新 而金发兰也找到他 等待他们的将是新的旅程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的大舌头